因为我们想要知道 阳光跟水哪一个对植物比较重要 所以呢我们用红豆分成了 三组 首先A组我们提供了 水没有太阳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B组 我们提供了水但没有太阳 C组 有太阳也有水 也有水 那我们种了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豆子发生了什么变化 没长大也没有 成长也没有长大 对它完全没有变化 那我们来看看B组 B组 它又长大 但是它本身白白的 叶子小小的 而且它发霉 它的根部底部因为湿湿的都发霉 所以我们植物生病了 再来是我们的C组 C组 C组 C组有长大 然后它 它过了一个礼拜 它的金是绿绿的 然后它的叶子是大大 对 它绿色的金 因为它有行光和左右 阳光跟水亮的都很重要 对都很重要 因为虽然B组长大了 可是它发霉 它生病了 过一阵子也会死翘翘 对它要有阳光才能行光和作用 那我们从实验中 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要怎么样爱护我们的地球 我们要爱护地球 我们要爱护地球 到ayao 拜拜